因為代言牛頭牌紅蔥肉燥染到搜水油 阿基斯昨天在上海公開下跪道歉 不到二十四個小時 阿基斯回臺出席活動 他說下跪道歉絕對不是作秀 但心情還是難以平復 自己呢也不敢看電視上下跪的畫面 因為怕心情崩潰 他也強調未來的代言產品會嚴格把關 這次萬要鞠躬道歉 阿基斯演犯淚光 強打精神 因為才剛為自己代言的牛頭牌紅蔥肉燥 染收下跪 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從上海回臺出席活動 面對大批媒體包圍 他說當時下跪道歉並非作秀 但心情很難過 至今難以平復 我不敢去看 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我往往碰到像你們今天這樣子的話 我是我很擔心我會崩潰 我昨天早上跪下來以後 我是強忍著那麼一個淚水 到最後在我辦公室裡面 看到很多臺灣媒體的朋友 傳簡訊給我的時候 我才感動自己 奠奠的把淚水流下來 阿基斯透露原來當天下跪後 還是忍不住流下男兒淚 強調自己有間接責任 並不覺得委屈 談到代言產品出包 會不會因此受影響 不敢接代言 他不會言說為了賺錢 還是會繼續接 但嚴格把關 我一定會代言 那麼我為什麼一定要代言 我要賺錢 我不是像人家很大的企業體 一張股票一漲個停板 能夠賺多少 我沒有 會整了一個完整的條件以後 再送到我自己公司的法務部門 請他們再幫我把一關 拿起鍋鏟 阿基斯繼續在台上炒菜 心情似乎不受影響 但為了搜油下跪道歉 讓不少粉絲好心疼 收水油事件還沒落幕 未來要下跪道歉的恐怕不止 阿基斯 記者黃立委 郭俊玲台北報導